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 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嗎? 這次要介紹的是持續在Netflix上收視稱慣的迷你影集 《後翼氣兵》The Queen's Gambit 我們曾經做過一支深度解析的劇評以及兩支Podcast 分別介紹了這齣影集教會我們的三介事 解析了厚的男人帶給女主角Beth的啟發 以及從《後翼氣兵》中四種貴人來分享職場感想 不管是影片還是Podcast,都獲得了許多迴響 《後翼氣兵》的故事敘述一個從小在孤兒院長大的女孩Elizabeth Harmon 又被暱稱為Beth 憑藉著她對西洋棋的天分與熱情 以及來自身邊敵手或是朋友的激勵還有幫助 走出了屬於自己的一條路 這齣美劇之所以會引發熱潮 不僅是因為對不懂西洋棋的觀眾來說完全沒有觀看門檻 更是因為影集的主軸不是在賽局本身 而是聚焦在主角Beth在下棋的過程中所經歷的一切 看她是如何從人生裡的氣兵一步步邁向旗後的 西洋棋又被稱作國際象棋 根據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的定義 是一種二人對義的戰略棋盤遊戲 而編導運用了西洋棋的關鍵術語 來替這齣迷你影集的七集去做命名 讓每一集的劇情主軸呼應這些術語 將下棋的經歷或是戰術 用來影射人生的各種階段與關鍵發展 所以在今天的節目裡 我們想要藉由解析每一集的術語片名 來回顧女主角在奇異與人生的成長階段還有挑戰 相信會讓你更能欣賞每一集的主軸 也能夠看出編導在劇情中埋藏的巧思喔!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請先訂閱頻道並且按下小鈴鐺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後翼氣兵喔! 我們在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的棋類運動說明裡可以看到 棋類運動大致可以分為九種 各自符合一到兩種以上的取勝方式 例如小時候常玩的跳棋,就是屬於到達類 讓自己的棋子最快到達目的地就贏了 常見的圍棋就是戰地類 目標就是要比對方佔領更多的空間 而象棋與西洋棋一樣都屬於棋子類 也就是,勝利條件是要吃掉一個或是部分特定的棋子 通常具有多種棋面符號,各符號也有不同的功能 而西洋棋的棋盤由64個黑白相見的八成八網格組成 每位玩家開局時各有16個棋子 一個國王、一個皇后、兩個城堡、兩個騎士、兩個主教、跟八個兵 各具不同的功能與走法 棋手行棋的目標是將對方的國王處在不可避免的威脅之下 以降死對方,也可以因為對方主動認輸而獲勝 另外有相當多的情況可以導致核局 整個過程可以分作三個階段 分別是開局、中局與殘局 總共有1000多種的棋局變化 而開局就是西洋棋的第一個階段 從白子先行,再換黑子 通常會下到第10到第15個回合左右 而在開局中主要棋子的路線會被打開 建立起各自的形式與攻守策略 在西洋棋裡有著各種經典的開局種類 例如我們在影集中常聽見的西西里防禦、英國式開局 或是劇名的後裔棋兵The Queen's Gambit 在英文裡Queen就是皇后 而Gambit則有賭博的意思 同樣是指以皇后上方的兵作為誘餌、開局 後裔棋兵在西洋棋開局理論裡是最知名 同時也是最普遍的犧牲打戰術 一般被視為侵略訓極強的開局 也能從一開始就替對手施加壓力 我們覺得這部影集由皇后裔棋兵作為劇名 除了其中的后呼應了Beth之外 這種豁出去的棋風也說明了Beth本人 較為激烈憤怒的個性 更暗示了她不管是在棋賽或是在人生的道路上 都帶有一種自我毀滅的心態 在名為開局的第一集裡 9歲的Beth母親在車禍中身亡 讓她被送到孤兒院等待領養 Beth比較吃虧的就是年紀偏大,不容易被送養 然而對當時的Beth來說,她一點也不在意 因為那個時候她正沉浸在與公有Mr.Shybo的西洋棋局 以及院方發給兒童們的鎮靜記中 而且在Beth與Mr.Shybo的互動裡 以及她和師長同學的相處中我們發現 Beth是一個極為聰明卻非常自我的人 而西洋棋與綠色小藥丸就是她生命的重心 能夠幫助她暫時埋藏起來家庭帶給她的痛苦回憶 曾經被母親帶著尋死,疑似身父還不要自己 Beth憑藉著自己的天賦、執著 以及西洋棋啟蒙老師Mr.Shybo的幫助 開啟了自己的人生棋局 也大致定掉了Beth自我毀滅的心態持續成長 就像是她最擅長的後衣棋兵開局方式一樣 注定要用犧牲來取得勝利 對子指的是在棋局中雙方一吃一的互相交換 在戲劇中我們常看見大部分雙方對翼的動作就是在對子 用以破壞對方進攻的路線,或是去掉防守的棋子 而且通常棋子的價值也是相當的 在第二集裡Beth終於在15歲的時候被領養了 一開始她與養父母的關係很疏遠 即便態度和善的養母Alma也只是常常把她當成跑腿來使喚 直到Beth跟Mr.Shybo借錢贏了州警標賽 在當地打出名號之後 Alma才意識到參賽賺獎金是一件可行的事 不僅可以財富自由,還可以跟著Beth到處旅遊 同時也可以讓女兒發揮所長 不要像她一樣成為了獨守空規、放棄夢想的女人 於是Alma主動提議替Beth請病假 安排行程讓她可以專心比賽 於是在對子的這一集中 這兩個各自有盤算、不太互動的人 在共同利益之下交換條件、攜手合作 展開了多姿多彩的巡迴比賽人生 所謂疊兵就是同陣營的兩個兵在直式格子中前後排列著 由於兵要往斜角去攻擊 所以通常要靠左右兩邊的棋子才能保護自己 也因此一前一後無法互相守護 所以就往往會成為低手眼中的攻擊對象 在這一集裡Beth跟Alma四處參戰 也達成共識要讓Alma抽佣金 然而在五光十色,受到媒體注目的巡迴散裡 兩人變得像是前後排列的疊兵一樣 各自遭受不同的攻擊 Alma少了經濟壓力,在旅途中酒越喝越多 而Beth即便年少得志出入風光 卻試圖在媒體與同台中尋找認同感 而在賭城與前美國冠軍Betting Watts的首次對譯 就讓她嘗到了失敗的痛處 再加上發現初戀Towns喜歡同性 就讓她更加失落,沉迷在鎮定季當中了 剛剛在開局中的那段介紹裡有提到 西洋期分成三個階段,分別是開局、終局與殘局 通常在終局時,大部分的棋子都已經出動 在戰略上已經偏離了原先開局的局面 所以充滿了各種可能性 在這一集裡 Beth同時面臨了來自奇亞與家庭中的兩大挑戰 在墨西哥被蘇俄大士Brogolf廝殺 以及在同一晚母親猝死在浴江的悲劇 也讓Beth的人生終局充滿了不確定性 《桌霜》這個戰術指的就是 移動後的位置可以同時攻擊兩個目標 將戰力效率發揮到最大 而在第五集裡 編導非常巧妙地安排了兩個男配角 來為女主角Beth開外掛 讓她在失敗之後快速成長 第一個就是在過去五年裡深情關注Beth的哈利波特達利表哥 也就是當初讓Beth一戰成名的手下敗將 當年Harry在與名不見經傳的Beth對譯時 不僅遲到還打了兩次哈欠 讓Beth覺得很厭惡 然而輸了比賽之後 她卻愛上了Beth 還為她拿大學學費來矯正牙齒 當Harry得知Beth不但輸了賽事 媽媽還過世的時候 不僅雪中送炭趕來陪伴她 還為她惡補了大士們的歧路風格 同時也是第一個點出Beth課藥以及情緒的問題 可以說是一個敢說真話的好朋友 相對於Beth的直覺型天才 Harry很明顯地就是個苦幹實幹的地才 也因此兩人時常採取對立的觀點 但在兩人短暫的交會時光中 Beth感受到溫暖、重建了自信 Harry卻也在Beth身上看到自己對下棋所缺少的執著與熱情 進而確認去發展別的志向 即使最後Harry算是失戀離去了 卻還是默默關注著Beth 成為守護她的最暖心支柱 而第二個為Beth補血的是美光燈寵兒Benny Watts 相對於Harry較為內斂的老實的人格特質 Benny是一個非常外放、工於心境的前美國冠軍 他總是穿得像牛仔一樣到處找人聊天 就像是一隻球關柱的公雞一樣 他在賽前會刻意影響對手 使其分心來取得優勢 然而就在Beth跟Harry惡補之後 將Benny給打敗了 讓這個前冠軍找到了可以交棒的隊友 主動邀約Beth去他紐約的家裡接受特訓 其實在影集裡有暗示 Benny應該是有賭魔的習慣 所以即便贏得許多的獎金 卻還是住在地下室簡陋的環境 或許從Benny的角度來看 Beth某種程度也跟自己一樣 在才華洋溢的奇異背後 以及光鮮亮麗的裝扮之下 還是個對自己沒有自信 有著嚴重心理缺陷卻熱愛下棋的知青人 於是兩人即便沒有繼續發展戀情 卻發展出了競爭又相知相惜的關係 Beth在失去母親之後受益於這兩個人 不僅在奇異上快速精進 也在身心靈上獲得了安慰 這真是人生中典型的桌霜啊! 風局通常會出現在兩個實力相當的棋手 在經歷長時間的對役之後 因為比賽時間到了 卻還陷入僵局無法分出勝負時 就可以提出風局的要求 隔天再就同一盤棋繼續對戰 這個時候就會由該要出手下棋的那一方 把自己隔天要下的棋部寫在紙上交給評審密封起來 隔日再由評審為他來走那一步棋 在風局的這一集裡 Beth在接受了Harry與Benny的特訓之後 帶著戰戰兢兢的心情來到了巴黎 準備迎向她心目中的大魔王Borgoth 然而一路勢如破竹的她 卻經不起在紐約認識的模特兒女友 在決賽的前一晚居然在酒吧喝到斷片 被主辦單位追殺去樓下參賽 當然在神智不清的情況之下 Beth再一次地被宰殺 甚至還被傳出居然宿醉遲到不夠專業的報導 再加上養父不管自己死活 突然反悔將房子送給Beth的決定 讓這一切都讓Beth想要再度自我毀滅 不僅抽煙、酗酒、嗑藥 甚至畫上了一臉大農裝 此時的Beth就像是快要被名為人生的對手給打敗了 只好喊出風局 並且試圖在獨處的時刻自我療癒 而在風局的時候 一直以為自己孤單一人的Beth 其實早已有一群像是蘇惡騎手們的團隊在扶持著自己 給與Beth奮戰下去的力量 像是Bennie的關心電話 曾輸給她卻感到很光榮的Anna 以及Harry緊跟在身邊 甚至是最後驚喜來訪的Grarian好友Jolene 都讓人生按下暫停鍵的Beth 終於明白自己早就已經有一群人在身後 為自己出謀策劃了 所謂殘局就是棋盤中的棋子已經所剩無幾 進入到賽局最關鍵也是最後的時刻 Jolene來訪帶Beth一起去參加Mr.Shabel的告別式 也讓Beth看見了當初的啟蒙老師是那麼地珍惜兩人的回憶 不僅珍藏小時候的合照 也在過去幾年裡透過報紙、雜誌、追蹤Beth的動態 卻也從來不現身打擾 這個發現讓總是堅強人類的Beth直接崩潰大哭 在這一刻她徹底理解到 自己從來就不是母親所說的,最終會孤單一人 同樣在生命中不孤單的體悟 也出現在她進攻世界冠軍的奇賽裡 當她的心魔Borgoth被她攻擊到要求封局 Beth身邊不僅出現了初戀Towns來為她打氣 Benny與Harry等一眾好友 還打了月陽電話來飯店給她出主意 給了她滿滿的力量,也讓Beth一舉拿下冠軍 然而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這盤棋的結束就是Beth美好人生的開始 因為這場比賽不僅讓她獲得肯定 更重要的是,她確認了自己在擺脫了酒與藥之後 還是可以發揮潛力 在獲得了心靈與身體的自由之後 她終於可以在街上漫步 跟同樣熱愛下棋的人,享受單純的快樂了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是否也勾起了你對西洋棋的興趣了呢? 歡迎你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你的想法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後翼氣兵喔!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內容上線 除了YouTube之外,現在也推出了Podcast 歡迎到各大平台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